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喂 你死啊 你干吗来水浇我 我花钱是请你来种菜的 不是让你来睡觉的 你看你把这菜园子 弄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回事你 这关你什么事啊 这大中午了 难道还要干活 乱休息 星河说过 中午要把那个遮阳布遮起来 不然菜就会被晒死了 这马路撑的嘛 原来在楼顶上种菜 这够神经的了 谁会去弄这些东西啊 星河就会 我告诉你 星河说过 种菜一定要有爱心 你懂吗 用爱心来呵护这些菜苗 它才会好好地成长 这个你都不懂 你怎么种菜 气死我了 现在那个什么星河 这么厉害 找人来干不行啊 老子正好还不来干呢 你怎么这么差的态度 又不是没付工钱给你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止就了不起啊 好不容易进城来 这水还有一种菜啊 真是的 走了走了 你们爱找谁干 找谁干 保证 我不干了 去 去 去 什么玩意儿 滚 给我滚 董事长 怎么回事 你给我找个什么人 你看他把这个菜园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再把刘星河找来吧 给他多加点钱 星河不是那种拿钱就能改变的人 我尊重他的决定 你别再去为难他 不为难他 您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少在那儿给我叫哭 我告诉你 再去给我找人 如果影响到我的投标 我为你试问 大师 我来帮你 我去那边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大师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我准备回乡下了 你不在这儿干 也犯不着回乡下呀 你可以找别的活干吗 不了 那城市这么久 一直觉得跟城市合不来 是先来到城里 是想追求幸福 可是觉得离幸福越来越远 我还是回去吧 既然你要走 既然你要走 我也不留你 你今天是来告别的 那咱们俩喝两杯怎么样 好啊 走 这是我们家乡带过来的粮食酒 是农民自己酿的 你尝一尝 是农民自己酿的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这是我们家乡的酿酒 味道很醇 还是家乡的东西好 来 再来一点 家乡的东西虽然好 但是城市也有它的优点 都是各有各的好吧 就像对面的马路 就是马路中间 你看那两道黄线 你知道在交通意义上 它叫做什么吗 不知道 叫双黄线 双黄线呢 其实它并不可逾越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 也有我们自己看不到的 一道双黄线 它们一道呢 是这个生存 另外一道呢 是道德 它们平行向前 并不可逾越 生活在生存这一侧的人呢 它们为了活得更好 而不得不遗忘了道德 那么活在道德这一侧的呢 它们可能因为要坚守礼仪 就会让自己难于求生 这就叫做 鱼和熊掌不能坚得 大婶说得真好 您在这种菜 太委屈您了 不过我觉得 我有我的想法 说来听听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生存 什么叫道德 我只知道 如果是为了生活 让我做一些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是坚决不做的 其实幸福对我来说 特别简单 就像今天 能够在阳光下 能够跟大婶一起 喝着家乡的酱酒 能够跟大婶开开心心地 种菜 这就是幸福 好 太好了 说得真有道理 咱们再干了 来 干杯 我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人呢 虽然呢 不会说漂亮话 但是呢 你每一句话 都会直接说中 这个事物的要害 这点真的很厉害 我佩服 来 干了 咱们 干啥 来 好 能跟你做一个 忘年交的朋友 也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干了 我跟大婶成为好朋友 也特别开心 好 诶诶 星河 你看你是不是喝多了 弄得衣服都湿了 来 拿毛巾赶紧擦了 酒太好喝了 你看你 不能喝酒 tasASHG 玉佩 火 进入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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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i 这个预备 怎么了 大婶 星河 这个预备 大婶 你 你喝多了 星河 这个预备 预备 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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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川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他拦住 别让他回农村去 干吗 您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不会只是因为 要种菜吧 他可能是我 一直在找的人 刘星河 怎么可能 您的事情 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答案分正确 和错误两种 我一直有一个 强烈的预感 他没有死 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在等着 小川 去查清楚星河的身份 快去 可是如果 他不是的话 您会失望的 那总比绝望好啊 快去 柳星河 那个大婶 大婶她怎么了 她生病啊 这几天可能种不了菜 你能帮她待几天班吗 恐怕不行 因为我准备回乡下了 是这样 那看来我只能把她开除 另外找其他人漏 不不不您 我觉得您这么做的话 对她会不会太不公平呢 要不这样吧 我先帮她代班 等她身体恢复了 我再回乡下 您看行吗 好 行 行 那就这么说了 好 我先走吧 马上就要开标了 你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联系了媒体 去曝光何美琴空中菜园 已经凋敝了消息 让大家知道 这只是一个故意炒作的概念 这样一来 他们上一轮累积的好成绩 将大打折扣 在下一轮竞标中 我们只要价格持平 我们就能获胜 这个方案 倒是挺稳妥的一个方案 你这回不能再要我失望了 您放心吧 两位大哥 就让我们上去看看吧 真的不行 你不要拍 不要拍 行吗 你们没有预约 我们只是上去看一眼而已 真的不行 怎么了 你们这里吵吵嚷嚷嚷的 什么情况 他们要上去采访 但是没有预约 您好 听说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 明光空中菜园已经凋敝了 是否这种概念是一种炒作 是谁告诉您说 我们的空中菜园已经凋敝了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不放我们上去采访 你们是在故意掩饰什么 我觉得您说话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您的言辞 不然的话 我可以说你是造谣了 那就放我们上去看看 以示正听 如果各位非要看的话 那么这边请吧 好 各位记者朋友们 辛苦今天大家来做一个后续的采访 我希望在场的各位 能够把今天你们在这里看到的 如实报道于你们所在的媒体之上 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采访我们的形象大使 可以直接采访我们的形象大使 刘兴何先生 刘兴何先生 又要采访啊 好吧 那就一个个来吧 来 来 来 喂 曾经理 你好 刘总 呃 我看到的情况跟您爆料的不太一样 这个报道可能要按不同的方向来做了 我给您打个招呼 你怎么这是 我等你呢 你等我干吗呀 你骗我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你不是说回去照顾妈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骗你 那个大婶生病了 我帮她再带班 如果帮她带班的话 她会 她会被开除的 你怎么永远照顾别人 不照顾自己人呢 你怕她开除 就不怕我被开除吗 我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位置 差点被你毁了 星辰 你说话讲道理好不好 我就是一个种菜的 如果说我种个菜都影响你的位置的话 那你的位置也太不牢固了吧 你少废话 我不管 你就是不能去